今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93周年纪念 上午9点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率领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等高层官员 到孙中山纪念馆 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 缅怀被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 前总统马英九也同往年一样 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 表达他对国父孙中山的缅怀和敬意 吴敦毅和马英九受到支持者的欢迎 但他们都没有发表任何谈话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率领亲民党干部 向孙中山铜像献花 宋楚瑜还送读了孙中山的遗嘱 宋楚瑜对媒体说 希望政党的领导人要铭记孙中山先生的 基本理想 民有民智民想 孙中山先生的遗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我们也希望大家真心的 那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政党的利益前面 而不是把政党的考量在算计放在人民的这些福祉之上 宋楚瑜在回答媒体有关中国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时表示尊重中共的决定 和这个评论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讲 我们之间相互之间多尊重 台湾有台湾的政治的一些考量 我们坚持每一个政党之间相互 我们要尊重 而且真正那就是主权在民 人民最大 我只要讲一句话 我们亲民党的都会和我呼应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宋楚瑜还指出 两岸之间现在有许多事情需要多沟通 希望彼此尊重 用和平的方式相互了解与来往 84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平议委员汪大华 华教授说 要发扬民主的精神 向世界大同的目标迈进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价 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很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 能够在孙中山先生思想的领导之下 积极振夺复兴中华民族 有67年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李金辉 1925年1月12号出生 今年93岁 孙中山去世时 他刚两个月大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